最近相當流行的桌遊 讓阿公阿嬤生得很高興 七個苦後剛立關懷古店 古板露靈的桌遊出貨活動 當年十三關懷古店的中部用回收的索格館 自己當初做保齡球館 讓中部的頭過遊戲的操作當中 訓練貼凋生 以及對於失措還有空間的認知 大家互換腦部 互動身體的目的 來以後援援體化 今天我們就是讓長者用回收的保特品 然後去做那個保齡球品 然後還讓他們用磁磚的一個馬賽克的一個品階 所以呢就是吸引很多長者來參與 那他們現在在讓他們比賽 他們也玩得非常的有趣 像我們94歲的阿公和85歲的阿嬤 都很熱情的參與 其實讓我非常的感動 那我也希望說 請我們社區的長者 多多來參與我們社區關懷據點的一個活動 然後大家一起來就是 這會這吻東 學到老 活到老 動到老 然後自己有一個秦美的一個動機 用藝術呼作治療作為一個問題 讓中部的頭過藝術來傳達自己的感受 還有想法 在本廳的活動當中 除了讓中部的重量身體之外 也是接著馬賽克的品貼 讓中部的體驗 很好的啦 每個都很好的 到處都很好的 很好的 很開心 我來這裡很好的心情 都如何就對了 健康 很好的 只說如果會怕會走這樣就好了 如果會怕會走這樣就好了 如果會怕會走這樣 我們去參觀做什麼 來看樓下 來衝術 還要去哪裡都來 這樣可以這樣就好了 治療社會教授十二十二後期 在九十二二十五後 在東南市的十二社區 公開股店 幾萬十點的 樂林桌遊出財活動 就在讓中部的體驗 黨出財的出財 也希望中部在遊戚的時候 可以進到射高的活動 和表達的練力 換到更健康快樂 樂林桌遊動不動 在 我們在下午三十七個菜紅包的